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排自幼向左第六位学生 名叫管玉杰 他性格活泼 品学兼优 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承赞 应该说是在班上还是比较随听话的那种 他对学校的几率也非常真诚 对老师也很有礼貌 其他客人老师对他的评教也很好 然而2009年9月的一个周末 让人们怎么也无法相信的事 他却突然死去 离开了这间教室和与他朝夕相处的同学们 那时候他和我们一起玩 我们玩得都很开心 结果一下子听到他都在了 我们觉得很伤心 面对这样一个惊天恶好 小玉杰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陷入了悲痛之中 他们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 但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挽回和令人恶满叹息 我觉得他长得很漂亮 这么一个懂事可爱的女孩子就这么消失了 让我们老师同学都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 曾经懂事可爱的小玉杰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劫难 又是什么人夺取了他年纪11岁的生命 2009年9月12日下午4点左右 加入重江县龙街镇龙街村的丁大麻 推开院门时 突然发现自家邻居管某 摊坐在门前路边上 他坐在那个草上面 就是坐在头那个塌溜着了嘛 上面那个揉着肚子 我说你你是咋个了 他又不出去 然后就老太太就问见一口农药味 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吃农药了 他说了 说吃了我也听不到了 然后这家男人就说 是的吃了农药 吃了以后吃了没哪个小的 这时只见管某全身贪软 口吐白沫 这让丁大麻惊恐不已 尽管丁大麻还不知道 管某究竟遭遇了什么补测 但他感到管家出大事了 于是赶紧跑去叫管某的父亲和大哥 看到前来帮忙的亲友 看到前来帮忙的亲友 口吐白沫甚至不轻的管某 用非常微弱的声音 指着自家的大门说 屋里还有三个人 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昏迷了过去 管某所说的屋子里还有三个人 很可能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让大家匪备所思的事 难道除了管某 他们娘仨也遭遇到了什么不测 当大家来到管某家门前时 却发现大门已被锁住 从窗外看不清屋内是否还有人 尽管大家还不清楚 管某为什么会喝农药 房间里的三个人又出了什么事 但一种直觉让人们感到事情不妙 此刻大家来不及多想 赶紧用钢签铁锤将门锁砸开 当大家走进管某家的卧室时 眼前的一幕让在场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并排躺在床上的一个是管某的妻子朱某 现年三十六岁 而另外两名则是他们的两个孩子 大女儿十一岁 小儿子只有五岁 我当时听说是吃油了 他说你买资产两个瓦被炸了 我说你不要和我 他说是炸呢 你和我说话呢 说不出了吗 那么不出钱就把心关 当天早上 完某全家人还是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蹊跷地死去了三个 一个浮屠了呢 完某全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暴不杀人 还是另有隐情 八战中 这才到七八战中 他在地的 在天的焦的 他都纠缠了 剥的草了 我 一人这样子 搞不好的就是死了 那些呢 很多人都染不得 但是我们说 特别的老人也 十几分钟之后 成江县人民医院的120急救车 感动了出事现场 医生经过检查发现 完某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已经死亡 可以确定 已经确实死了三个 但是咱们已经不知道 确认母子三人已经死亡后 医生们立即将 还处于昏迷状态的完某 送往医院 进行请救 与此同时 他们拨打了 成江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的电话 接到报警后 云南省成江县公安局民警们 在第一时间 赶到了事发现场 公安局副局长陆永志 亲临现场 指挥勘察工作 快快快快 调集行侦大队的 技术的 侦察的 一起到现场 此时 长江县人民医院里 医生们正在全力抢救 管某的生命 我们的病院比较重 就是天山的处行 口头飞摩 然后我们离开 同志一三月一起 跟这个病院进行抢救 对这个病院进行吸味 然后各界都沾 经过了仅仅一个小时的抢救 这个病院的病情稍微好点 但是我们还没有脱离危险 技术人员通过现场勘察发现 其屋内物品杂乱复杂 凌乱的现场 仿佛刚刚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波动 从客厅地面上 发现了死者的发墙 还有就是死者穿着皮鞋上的 一个装饰用的 一个一朵花 因此我们判断 死者在死亡前跟凶手有过激烈的搏斗 进入卧室 随之而见的是病排躺在床上的三个人 最外面是母亲 中间是大这个孩子 最里面是小的那个孩子 看了以后他已经出现失斑 都已经出现失斑 确定已经死亡了 经过现场勘察发现 管某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已经死亡了 然而蹊跷的死亡现场 却让现场民警感到 这并不是一般的命案 几倍后一定另有引擎 感觉不像自说 因为那呢 那个三个人 七七八八地睡在床上 然后被子尬到 然后那个尸体是一个咬着一个人 就是应该说是在死后 再给他抱了房上 就看见这个女的母亲 两个孩子的母亲 颈部有明显的敲衡 所以我们初步确定是他杀 法医事件结果表明 管某的妻子朱某 及其两个孩子 并没有喝过农药 三人军系他杀 死因是恶景窒息死亡 管某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已经被害 现在只有管某本人 还在医院抢救 那么毫无疑问 管某将是此案侦破的关键人物 当时我们就在想 如果到医院找到喝农药的 管某 也许这事情就一清二白了 然而 当民警急匆匆地赶到医院 实际情况却出乎民警的预料 但是我们到了医院之后 发现管某喝了大量的农药 衰命徒违 医院正在抢救 对我们提出的问题 不然回答 管某暂时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也就是说 此时民警根本无法从他的口中 得到任何信息 因此目前只能从案发现场 去寻找破案线索 门窗完好无损 这说明如果是外人作案 并不是从门或者窗户采取暴力行为入室 而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入房内之后 杀害了管某家的三口人 从这个现场来看 我们感觉很奇怪 普通的烧人 烧了人以后 凶手都会逃之夭夭 而这个现场 烧了人以后 凶手将三个受害人的尸体 很整齐地摆放在床上 并且经过整理 用被子盖好 从这个情况来看 说明这个凶手跟三个受害人 是有特殊的关系 据此警方判断 既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屋内 那么此案一定是熟人所为 并且与管某家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至于什么关系 我们暂时还无法判断 凶手与管家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这起突发命案的背后 究竟埋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根据熟人作案这一推断 警方立即派出一组民警 围绕死者的家庭情况 社会关系 尤其是与死者有过矛盾的人员 进行重点排查 这种做人还是个老执人 做人对人对人对事情 还是不犯哪个姿势 还是个老执人 他不是不犯错 烟不着 酒不着 常我们自己也欢了嘛 每天做货 我们说是都是口袋那个人 老草呢 咱一般家庭敲了 我们说他都是口袋老草 全面一汗也不浪和气 亲戚 朋友 以及村民 对管某的评价很好 他吃苦耐劳 挣钱养家 并且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包括这些资料 平常都很想不得给打呀 媳妇也好是可以的 对小王 一天就两个孩子 放上去 一家人 基本上没有跟 村里面的人有任何的矛盾 跟社会上的关系也很简单 不复杂 基本上 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死者朱某在家排行老小 哥哥姐姐对他非常疼爱 就连婚姻大事 也都是由家人张罗操办 在家人的撮合下 1996年 朱某与比他大九岁的管某结了婚 婚后 他们很快就有了自己的一双儿女 平日里 妻子朱某在家带孩子 种地 丈夫在外 打工挣钱 养活全家 虽然夫妻俩 聚少离多 但小日子 过得 有滋有味 他们在家 一两个月 他回来 他很不 很不扎 一般是在我 一年回来 那时候 本人还不得一过 经过几年的奋力打拼 一年前 他们花了几万块钱 盖起了这栋两层小楼 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尤其在左邻右舍的眼里 也算步入了小康 那么 如此美满的家庭 怎么会突然间遭此厄运 在案发现场 民警从管某家的二楼 提取到了一支 用绿色包装纸包裹的 挪药瓶 和富有凹凸的衣服 等物品 由此 我们确定 这个地方 就是 这家郎主人 广马 浮渡的地方 通过话言以后 三个世代 无人 没有进去 意思说三个世代 是没有喝农药 听之所以 哪居然喝农药 那么 既然摩子三人 没有喝农药 而是被人 恶警致死 那广马 为什么不去积极抢救自己的家人 才要无毒自杀 难道是 管某自己 亲手杀害了妻子和孩子 然后 畏罪自杀 从这些现象我们分析 很可能是 很可能是老族人 把他们两三人刷死以后 又帮忙 又放送 自己到岸户 喝农药 喝了农药以后 没有 没有斗死 又找到高兴里面的 群众发现 然而 在调查过程中 群众反映的一个现象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裁判的当中 有部分村民的反映说 他就经常吵架 夫妻两个关系不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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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我们的怀疑了 近一年来 管某经常在外打工 做一些建筑货 一个月 才回家一两次 慢慢的 夫妻俩就产生了隔阂 经常为一点小事 发生争承 他说过了 他不在小事 我每次说 姐姐都是忙一日 大晚回来 他都是在天下回来 要有些那小事 反正就是 找一年人打交了 实际上就知道 我们他哥哥的姐姐 他们就咱俩 他哥哥他的姐姐咱们 我贴 钱了吗 我不是钱 我 我说这些人去 拿着喊 拿着几方的小娘 打了单约我们贴 他不掺扬 当时不掺扬 他说从来不打过 而据管家马路对面的丁大妈反应 案发当天上午十天多 他还隐隐约约 听到管某家里 有人在吵架 要听见的时候 要大吵大闹 我这把人 出开门 还是 喊两个都要 签都要压个话 他家对面的 邻居 丁老太太 发现他们在吵架 就过来 签足他们 说房子也干起来了 姑娘里有个子 子里有一个 和小家里 哭得吃吃了 哭得慌慌 正吃吃 哭得多点吃多点了 还有呢 吵架 庆了一会没有欠除之后 丁老太太 就回家去了 之后 管某家究竟发生了什么 丁大妈并不清楚 直到当天下午四点多 发现管某浮屠 瘫坐在路边 丁大妈这才得知 管家出事 我当时我就判断 我就说 如果是经常 夫妻感情不好了 吵架 导致呢 有命中心中 可能很大 而从现场 发现有 搏斗过的痕迹 推翻 丁大妈劝家 离开管某家之后 管某夫妻二人 很有可能发生了 肢体上的冲突 那么夫妻之间的矛盾 难道会是 这起命案的 导火索吗 此案引起了 长江县公安局的 高度重视 将情况上报 玉西市公安局之后 连夜抽调民警 成立专案组 对这起命案 进行分析研究 做出下一步的 工作安排 经过医生的 全力抢救 第二天早上 管某终于脱离了 生命危险 知道第二天 这个病案的妈妈 就清醒了 恢复了意识 当时病案的清醒 比较低了 我妈她慌张 她比较配合 干嘛不想 要刺涨了 当民警对管某 进行询问时 她的行为 出乎民警的意念 管某竟然一言不发 并不配合 民警的调查 从管某的状态来看 民警明显察觉到 管某似乎在躲避着什么 难道他真的会是 杀害自己妻子和孩子的凶手吗 由于案发当天 夜色已暗 再加上室内照明条件差 使得勘察工作无法全面展开 于是第二次 技术人员再次对案发现场进行了详细勘查 而就是在这一次的 而就是在这一次的勘察中 警方发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 在茶几上面发现一个空碗 然后有一串钥匙 压着一张纸条 在管某家客厅的茶几上发现的这张神秘的纸条 立即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上面的这些 一些纸 但是呢 不难忘记 就是看到有这个东西 这条的大概意思是说 本来我们俩生活的很好 这些都是因为 他 事实是我做的 以其他人不关 我欠 两千元 没有书名 就没有日期 显而易见 这张纸条无疑是一封遗书 当时我们判断 这份遗书 很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那么凶手 为什么要留下这份遗书 凶手又是谁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根据遗书中的内容判断 在案发现场留下这封遗书的人 极有可能就是这家的男主人管某 如果这一结论成立 那么这也就印证了警方事先做出的判断 管某服毒是畏罪自杀 但是这个男主人为了要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扫射 这也是让我们被死不得欺击 这一结论得出后 警方立刻将作案嫌疑对象 转向了孤独自杀的管某 即资责朱某的丈夫 于是一直守候在管某身边的民警 对管某加大讯问力度 在民警的询问过程中 管某始终表现出极其不愿意配合的态度 这就更加坚定了民警的判断 从这点我们就看出了可能有问题了 为了搞清楚管某夫妻的婚姻状况 民警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从外却调查中可以看出 管某经常性的家庭暴力 使得原本生活拮据的家庭面临着情感的危机 而死者朱某曾经提出过离婚的要求 尽管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但考虑到两个孩子还小 他们需要父母的抚养和照料 死者朱某放弃了离婚的想法 但是她对自己未来的婚姻感到担忧和绝望 我妹妹因为她到了那 比如说如果你们希望我给她倒死了 我就不想让她离婚了 如果你们不希望了 我还是让她离婚了 是她背我呢 她背我什么呢 她造个病人 她造个病人 还要让她说了一句话 她是自己的招事 至此 为了进一步调查 管某杀害七孩三人的真正动机 民警对还在医院治疗的管某 进行心理疏导 希望她能说出事情的真相 由于管某常年在外打工 夫妻长期分离 偶尔回家的丈夫便听到了一些 有关妻子有外遇的谣传 这使得管某的心理既猜疑又很窝火 所以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便引发内战 她对妻子大打出手 以至于妻子要和她分道扬镳 办理离婚 吵了嘛 因为就是吵家门呀 这楼梯也就吵她 她死了个手害人嘛 吵他们婆娘就外面了 最后她终于开口的 慢慢的跟我们回忆了 说起了当天发生的事情 2009年9月12日早上 管某的妻子朱某 离家一个多月后 第一次回家 到家后 没有与丈夫打招呼 他就拿着镰刀 去帮本村一村民割水稻 管某知道后非常气愤 上午9点多 管某骑着自行车到农田里 将妻子叫回了家 到家后 两个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他家对面的邻居 丁老太太 发现他们在吵架 就过来欠住他们 但是没有欠住 过欠了一会儿 没有欠住之后 丁老太太就回家去了 然后男主人 就把他家的房门 反死我去了 随着夫妻俩矛盾的升级 双方互不相让 言语过激 愈吵愈烈 最终管某被愤怒 冲昏了头脑 竟然出手 掐死了妻子和一双儿女 并把三个人的尸体 搬到床上 用被子盖上 那么 他的这一行为呢 无疑是构成了 故意杀人罪 那么故意杀人呢 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那么根据我国刑法 232条的规定 故意杀人 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 随后 管某写了一封遗书 又在自驾二楼 喝下一瓶农药自杀 因为农药的强烈的刺激 管某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 便本能地走出家门 将大门锁上之后来到了路边 下午四点多 被邻居丁大妈发现后 及时送到医院抢救 挽回了一条性命 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也为管某的家庭悲剧 痛惜不已 尤其是想到生前的小玉杰 是那样的活泼可爱 更是感到无限的惋惜 因为我很想管一爹 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才十一岁 在我们老师眼里呢 都是称为祖国的花朵 但是她就那么离开了 这个小姑娘天生本身就是 真是笑眯眯的 也挺喜欢穿那个粉色的衣服 在小玉杰的世界里 一切都是那么纯净和美好 然而 小玉杰却万万也不会想到 她的亲生父亲竟堵走了 她年纪十一岁的生命 亲友们面对这一惨剧的发生 竟是一片茫然 当感情触交的时候 究竟该如何处理 是冷静之后的开诚不公 还是激情犯罪 此刻 完某的家庭悲剧 留给了人们无尽的思考 在农村了嘛 夫妻间大家让家战场 当时了嘛 除了那种出给你吵闹了嘛 要真求你看到 如果难过了 我不难过了 要放事 要修会放事 爱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当时了嘛 爱了让对方付出三米了嘛 那种爱了嘛 不是爱 是害 这几年啊 发生战争 应该就是 夫妻间 没有好好的交通 出发力 是那么 那这样 就是不动发了 所以是 不动发造成了 这几年 在健康的工作中 就是交道 对农村 世间发力 导致这些 新疆 教育 案发后的第五天 管某被城江县公安局 刑事拘留 在看守所里 管某看到 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妻子 来送生活物品 他触境生情 痛心疾首 反正是 把那我还是 喜欢 还是 把那好好地 去 反正我 我两个 包括他 我还是 选不得 还会 一拉 其他犯 反正 刑事人 关某群 刚被刑事 拘留的时候 信息比较低落 事实上比较悲观 他干掉自己 已经走到他生命的警惕 已经解放 自动采取切实 当他再次想自杀时 被民警劝阻了 他表示 要悔过自心 以警示后人 再次想自杀时